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事先規劃受驗證 歡迎收看這一節財富長城 好的 今天的大盤又在回跌了14點 那麼有關於反彈這件事情 當然對大家來講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攸關生死的事情 因為前面老師的高檔 告訴你高檔轉折的時候 連時間都把你抓得這麼準確 很多人在那個時候 是存著一種心態叫做 不然等我看看 對不對 你講講的 我聽聽的 不然我再看看 哪知道 這一個想法 再看看 7月15號跟你預告 55天已經進入一個波段式的時間滿足 你說沒有再看看 因為那天有55加漲停板 氣氛熱弱讓人難以想像 原來之後要出現了一段大跌 第一段真的跌下來 驗證我們的事先規劃 那個時候你回想起來當時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第一段你都驗證到了 在7月24號來到第二次高點的時候 你又沒有跑 又是剛剛那個想法 不要再看看 等著等著 你等出了一波大跌 等出了一波大跌 到了昨天為止 從這個高檔 9593到低檔 已經跌掉了500多點 那你這樣等等等等的結果 等到什麼 你等到基亞今天第12根跌停板 昨天再來一遍 昨天又再來一遍 昨天又再來一遍 又有機會 昨天有幾家漲停板 80家漲停板 強反彈的聲音又來了 那今天我們就來吧 對不對 今天要驗證什麼 第一段當然事先驗證嘛 對不對 今天要驗證什麼 昨天對於這個反彈 那我說這個是真反彈還是假反彈嗎 導播我們重播一下 高檔55家漲停板 乃至於說 次高點的 這種55家漲停板 這55家 這裡有55家 來到這裡呢 也四次幾家漲停板 那今天呢 八十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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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踏錯一次 再踏錯 踏錯步伐一次 我也沒辦法 所以今天這個反彈 到底是真反彈它還是假反彈 答案已經很明白了嘛 當然是假的嘛 當然是假的 有這麼明確的答案 在昨天80加漲停板的時候告訴你 在之前一點 30、40加漲停板那一天也告訴你 這是假的 這是假的 這就更不用說 那今天就是再來驗證一次而已 我在把8月6號那一天 你認為當時認為大盤收了下影線即將反彈的時候 我跟你講的什麼 電視上明明白白畫給你看 昨天還把這個盤式對照給你看 那我今天要不要下來 你說老師還好嘛 也就疊了9點嘛 啊對啦 9點而已啦 對不對 這9點裡面的內涵是什麼 也有19加去掛了跌停板 這19加跌停板裡面 有沒有出現過假反彈的 我們拿這個 我們拿這檔來說 我覺得去欺負基亞已經有一點 打落水狗了 我個人是不去打落水狗這個事情 這會救的不救嘛 對你分明能救的你不救嘛 他有沒有出現過假反彈 打破我們鏡頭帶近一點的嘛 這不是漲停 對不對 漲了一天半 今天再給你掛跌停 裡面幾天 還有一天 前兩天有沒有漲 2390的雲層 前兩天有沒有漲 這個是真反彈還是假反彈 你今天就知道了嘛 光是這個真假反彈中間的疑慮 這個對於中間的這個路徑 你沒有搞清楚 我昨天剛剛重播段已經給你看過 你真的會玩不玩 你會被他玩死 你會去玩得玩得空氣 我不要你這個樣子 朋友不要你這個樣子 所以昨天 昨天在那80家漲停板的時候 在這80幾家漲停板的時候 老師才把這個真反彈的光 他規劃跟你分享嘛 對不對 高檔跟你講說 那已經轉折時間到了你不跑 好現在你發現真的著火了 對不對 真的發現著火了 著火的時候 發現失火的時候什麼 逃生門很重要 門打開 走一下就要走出去 對不對 跑得遠遠的 可是 逃生門不能隨便打開 不能隨便開錯 對不對 逃生門一開錯 打開 奇怪 這個門鎖起來 打開 那外面堆了一大堆 雜物 根本跑不出去 真反彈的規劃要告訴你什麼 我在告訴你 你看不到的東西 我要告訴你你看不到的東西 這看不到的路徑 看不到的東西 你掌握到了 那是你最佳的逃命路線 你要跑也可以跑嘛 對不對 至於昨天是真反彈假反彈 你自己今天心裡就很有感覺了嘛 我就任意舉了這兩檔 美食 雲城 當然還有其他的啦 最明顯的就是生技族群嘛 智勤 有沒有假反彈 有 假反彈你去搶 會怎麼樣 1795的美食 哇這有夠讚耶 對不對 這支太多的 再看看 第二天站上五日線絕對死的嘛 真反彈假反彈 這個叫驗證 這個叫事先預告 驗證跟事先預告 其實中間大家還有一個很更好的辦法 同步的訊息 掌握我們同步的訊息告訴你這個假的 你要短空一下都還可以 這個假反彈的規劃 真假反彈的規劃 老師跟各位講了 會不會有真反彈有真的有 是會有啦 怎麼會沒有 有啦 反彈的路徑是什麼 那中間會經過什麼途徑嘛 才有一個真反彈嘛 那我昨天已經跟各位分享 當然今天各位還有興趣的 我今天再開放一天 就再開放一天 為什麼老師只開放一天 你為什麼不開放兩天 因為中間這個最重要的戲碼 就快要上演了 我再開放三天五天十天也沒有用了 因為到時候你就是等著驗證而已嘛 然而回過頭來想一想 大家我們回過頭來想一想 朋友我這樣講你看你覺得有沒有道理 7月15號 7月15號 我告訴你 4月3 這一天啊 他是4月30號到7月15號 這一整波的第55天滿足 那他是一個廢市急速時間的轉折 這個轉折他剛剛好 他就發生在 2012年11月10月份 2012年10月份11月份開始 那一波漲上來的第21個月 也就是轉折月碰到了轉折月 所以這一波來的絕對是大的 對不對 那你絕大部分的股票你這樣子 按照這個規劃操作 你今天得到的是不一樣的結果嘛 你怎麼會在那邊搶反彈 你在那邊等反彈 早就空單大轉了嘛 對不對 我上次跟你講說我在捷運上碰到那個阿桑 那不小心聽到他在講電話 就在這一天 他說電話 我聽他電話拿起來 剛好焦急在那邊講說奇怪 這個雲層 雲層怎麼落到這樣 法亞科怎麼落到這樣 這一天是幾號 7月25日 我告訴你大盤什麼時候進入時間警戒 7月15日 你有10天可以去處理 10天可以去處理 那 保守一點的投資人 比較不敢做空的 那你就賣掉了 你也別跌反熱嘛 對不對 那這一波下來是多少 28塊4 最低點出現在28塊4 那前兩天也出現假反彈啊 砰又回來 你光是這個地方到這裡的跌幅 就高達了52.8% 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代表說 你照著老師按表操課 我們不要說是最高點 好不好 一看到不對 這個吞噬黑線走掉了 你甚至於可以反手放空到今天 這個下跌52.8% 這個下跌52.8% 不是在等解套 而是空單大賺 沒有規劃 看看 兩個結果不一樣 何止不一樣 一個是賺了50% 一個是賠了50% 還沒辦法解套 一個是賺了50% 有老師事先規劃 事先的訊息 一個是賺了50% 到現在他隨便補他都隨便賺 一個沒有同步訊息 沒有事先規劃 他是怎麼樣 被套了50% 怎麼解套 對不對 你跟我說要賺50%多困難 對不對 所以說 我跟各位講 為什麼 老師說要把這個真反彈 跟各位分享這個規劃 假反彈也好 真反彈也好 那乞丐中的霸主他還是乞丐嘛 真反彈假反彈都是反彈而已 只是說好 真反彈可以賣得高一點點 可以賣得好一點點 但抱歉 我再講一遍 即使是真反彈 很多股票恐怕也回不到 幾乎絕大多數的股票 回不到你當初被套的價位 所以 所以 你坐在原地 說老師我等這個真反彈來 我賣掉 你最好願意賣得掉 你最好願意跑 對不對 你要等著說 那有一天我彈回來 我可以解套 都給我沒了解 都給我沒了解 沒了解 不好意思 我必須講一句很殘忍的話 很難 哇老師那怎麼辦 他彈起來也是要認賠 假反彈不能搶 真反彈彈起來還是要出 那有沒有辦法 可以讓我們反敗為勝 有沒有辦法可以讓我們反敗為勝 你覺得呢 答案有沒有 有 我也幫你準備好了 真反彈來的時候 這分兩階段 當然你越早加入我們行業 那在真反彈來之前 假反彈可以先做什麼動作 不要說長空啊 短空就好 短空行風彈 真反彈來的時候 你原來賠的股票 你不僅要出掉 你還可以有反手放空 再賺錢的機會 這個叫做積極的操作 那當然要這樣做 你要找一個老師 他這一波以來真的是看得很準 轉折日也抓到 轉折時間也抓到 每一次 每一次 反彈的高點 他都明明白白的告訴你 該怎麼做 包含昨天那85 80加漲停板 那天你該怎麼做 都給你驗證 那現在你把電話給撥通 我不僅 當然你把電話給撥通 你掌握這個逃命路徑OK啦 但是要怎麼做 要怎麼做 老師準備好了 一套 要讓你反敗為勝的操作策略 所以這一波真反彈的意義 你光拿到規劃沒有用 光拿到規劃你看看心裡有個底 少賠一點 要賺錢反敗為勝 你們以這個真反彈的規劃 加上老師給你的操作策略 我們要從什麼股票開始著手 你自己的股票 談起來應該怎麼做 到什麼地方點 反手放空 這個才真正的 能夠讓你在這一波 你吃了虧沒有關係 下一次可以反敗為勝的 真正的一個操作 所以歡迎廣告時間 趕緊把電話給撥通 下一集我們繼續回來 誰說了San 我是物流專家 讓全球熱愛MIT產品 What's OK? Very Good 我是Dr. Beauty 讓世界都變美 我是Happy達人 讓香蕉皮變成抗熱衣保健食品 自由經濟示範區 才是台灣的潮 既在地又有競爭力 一起炒吧 好 嗯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頭顧永遠值得托付 零二八七七三七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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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七零七零七零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頭顧永遠值得托付 零二八七七三七零七零七零 八七七三七零七零 運達頭顧真心照顧 零二八七七三七零七零 八七七三七零七零 頭痛請用五分鐘 去記聽 請用記聽無分之 無分之 快夠好 爸爸 鵝排氣蜜窗 專利負了是倒塊 隨便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蜜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那麼這一波的回馬槍呢 告訴各位還沒完 好 剛剛已經跟各位講 昨天已經跟各位講 這又是一次加反彈 然後後面當然會有經過一次真反彈 那麻煩是在哪裡 第一個 中間這個過程你不知道 於是乎 昨天好高興 昨天好高興 這個上面被套 我下面要不要來攤平 昨天你跳下去攤平 你不要這次假反彈 今天再掛回去 這可不可以攤平 你跳下去搶反彈 再掛跌停 朋友我不知道你手上有什麼股票 那你把電話給撥通 老師好好幫你看一下 不只是看一下 幫你決定幫你選好 你的股票在未來 第一個階段 假反彈的時候你要怎麼做 真的反彈來了你要怎麼做 你不要說等到那個真反彈要來之前 你自己跑去放空 這現在兩邊都去 放空也是有學問的耶 你要能夠知道高檔的轉折 這樣的人才能叫你放空耶 那不是從8000點一路空到9000點 那個叫做空耶 那是空啊 什麼是最好的空點 你錯過了嗎 我預告你也錯過了嘛 好 錯過了那麼多次 那這一次假反彈 這些股票證明給你看 那你說他會不會真的來稍微談一下 有啦 但你就是不要去追 以太平衡也會有真反彈 昨天生技股一面 大家都一面看好 我告訴你那是假反彈 他後面有沒有接真反彈 當然是有 大盤可以有規劃 個股也可以有規劃 對不對 我們以這檔股票來講 為什麼不能這樣子 他為什麼不能這樣子 我為什麼不能這樣子 甚至於在低一點震盪大一點 為什麼不能這樣子 看頭就知道沒了你知道嗎 每一檔股票有每一檔股票的規劃 所以我剛剛才跟各位提醒各位 在這一波下來 你前一波這個轉折點 跟著我們一起掌握的 你今天的股票 人家在你是套50% 跟賺50%這個差別 真反彈的規劃 今天我最後一天跟你分享 最後一天跟你分享 因為轉折時間已經很急迫 所以我不要你在最後一段時間 該要做多的時候去放空 該要放空的時候去做多 你光是在上上下下來回中間 你看剛給你看到的美食也雲層也好 三天你就只回票價 規劃最後一天跟你分享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請你 把握在這個真反彈來臨之前 老師幫你擬好的你的策略 怎麼樣在這個真反彈裡面去反敗為勝 廣告時間趕緊把電話給播通 謝謝 應獨立判斷隨勝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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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漏一滴也不浪费 Good 水回收利用 是美德更是功德 浪费不知珍惜 老天爷给再多也不够用 你今天爱水了吗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 02-8773-7070 8773-7070 运达投顾真心照顾 02-8773-7070 8773-7070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 02-8773-7070 8773-7070 运达投顾真心照顾 02-8773-7070 8773-7070 我喝春花不知道是名字 是北部的缘缺 在我说我人情世俗的时候 北部就变大窗戏 一个一个小酒入口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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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